新城 你电脑里有邮件 应该是公司年会的照片 姐姐 你帮我收一下 好 喂 贺启析 你现在在哪里啊 我还能在哪儿 我在外地 那转手链果然是他的 那转手链果然是他的 找我有什么事 赶紧说 我很忙的 我想找你求证一件事 求证 你有什么资格在我面前说求证 这两个字 我看到神龙集团 二十周年庆解现场的照片 照片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但是你告诉我 说你还没回来呢 可是我在照片里看见你了 我当时确实没有回来 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这么说 目的在哪儿 我 这是我们的 想要找 calling 对 他们是俩 每个人都贵 我们的 不能忍耐 是 只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的命还在我手上 我就知道 爸爸那儿的DNA检测报告 一定是你偷走的 其实你不知道吧 爸爸到现在都不知道 你就是贺姐姐 你为了地位 金钱 连你的亲生父亲都有理由 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事你做不到的 这样吧 燕西 我们来做个交易 我把检测报告给你 你把你手上的照片和手镯还给我 从此以后 我们俩的恩怨一笔勾销 你觉得怎么样 去自首吧 你说什么 自首可以轻判的 我一定不会把这些证据公布于众的 苏燕西你是疯了吧 你知不知道你自己在说什么 你有什么资格站在我面前指证我 贺姐姐你是我亲姐姐 我不想看你在这条路上越错越远 够了 我最后再问你一句 东西你给不给 就算你现在就把那份D.A.检测报告 发给顾七成 这些证据我也不会给你的 好 这可都是你自己说的 希望你别后悔 你怎么能忘记 好 好 我和你 这些什么 developer 你怎么不帮我 这些人 你还在狡辩 你是不是一定要逼我 把这些证据公之于众 贺锦西你是我亲姐姐 可是我真的没有想到 你居然恶毒到这种程度 你为了地位 金钱 连你的亲生父亲都有理由 这个世界上 还有什么事你做不到的 去自首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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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少夫人 你一会儿是不是要出去啊 对啊 反正我在家待着无聊 我跟你一起去好不好 这 露露 那好吧 走吧 嗯 今天晚上想做什么菜啊 都可以啊 你做饭那么好吃 多买点吧 我知道少爷喜欢吃什么 我把少爷喜欢吃的都买回来 让你做呗 也行啊 那我们看看 还有什么更好的 多买一点 嗯 好 顾西城 真的让你来监视我 是啊 常总 你还是小心点为好 顾总最近处处在针对你 他针对我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不过 我也不是那么好招惹的 安安 还是你对我好 时刻惦记着我 是 常总 其实 我还有一件事情 不知道该不该和您说 好 安安 如果说出来让你为难的话 我可不愿意听 谢谢常总您这么为我着想 好 高兴 让我自己听回音 知道了 我们也本所想的 对他是为了 他也没有 他也没有 但是呢 他也没有 可以 好了 都他有什么 这么多 上次在顾总开会之前 他已经让我在背后 偷偷调查了你 听你上司的命令 我不会怪你的 但是您放心 我绝对没有把所有的事情 全都报告上去 尤其是关于 那方面 你先看看 这支菜单 喜欢吃什么随便点 今天我请 吃吃吃 吃什么吃啊 我竟然没削呢 小薇女神 您就看在我今天 特意挤怀时间 并且鍥而不舍地 给您打了十二个 电话的份上 您就原谅我吧 严夕啊 小子在 你最近是不是发大财了 怎么可能呢 绝对没有 以我对你的了解 你以前可是一毛不拔的呀 怎么舍得来这种地方吃饭 还不是为了得到 您老人家的原谅吗 所以我痛下血本 您就原谅我吧 这话我爱听 在读书局让我听听 您大人有大量 千万不要跟我这样的人 一般计较 你这样的哪样的人啊 小人 还有呢 亮眼为你太过分了啊 不要我给你三分颜色 就开展房好不好 爱点不点 服务员 两份蔬菜沙拉 两杯白水 你看看 你看看 狐狸一巴藏不住了吧 凶恶的疗牙露出来了吧 我就知道你会这样 一点诚意也没有 服务员 点单 让你很高兴 看看你 请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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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床早上刚铺好的 怎么又乱了 陆陆 想来帮我一下 来了 这个洁人肯定是把东西放在身上的 怎么办呢 陆陆 陆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说话会不稍微是否大人 他继续关系 他继续关系 不贤影 他继续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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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会来 哪儿去了 放哪儿了 难道在家里 这个锦细干吗去了 进来一下 我下午有什么安排 下午是长城电子项目时空坍塌的问题 合作方会过来商讨解决方案 这个会我不参加了 我回家一趟 可是顾总 让常志成去参加 他自己捅的娄子 自己解决 您好 你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您好 你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在沙尔中拒绝了 去哪儿了 我要你给我 给你干什么呀 老家不是败的 他是不是人的 他这么小 他还放手呢 放手放手 千千别没用爱的 我是救助我不是人 你给我钱我给你吃的 妈 你给我钱吧 你把这些给我吃的 你给我给我吃的 你给我给我吃的 妈妈 你妹妹要去哪儿呀 你跟我说 我不是你妈妈 以后来别打了 不要 妈 我不听 你给我回来 我晚点不听话 我把你给我抢人家 老乖角的王奶奶家 给我拿两瓶酒 爸爸我还要险户一念 哼 学习 学习有朋友 给我拿酒去 陪险户 在家里谁都陪险户了 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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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不要我 的吗 你去想你 我家 你给他 你 我家 你 他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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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 锦西 锦西 锦 怎么把鞋子乱扔了 锦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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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洗手 洗手 锦西 你醒了 现在感觉怎么样 你别说话 我去叫医生 快 方叔 快 锦西醒了 我去叫医生 少夫人醒了 方叔 你发生什么了 你真的不记得了 那天要不是少爷 临时回来拿文件 后果可就不堪设想了 少夫人 少爷担心您的身体 已经在病床前 守了三天三夜了 我睡了那么久 方叔 你赶快让清晨回家休闲 别让他在医院待着了 程医生 您过来看一下 锦西 医生来了 赫小姐醒了 顾手 既然赫小姐醒了 就说明没事了 他现在只是比较虚弱 好好休息就醒了 那就好 正好他醒了 我想问个问题 好 赫小姐 我想知道 那天你都吃过什么东西 见过什么人 您为什么要这么烦呢 是 顾手 我们在赫小姐的血液检验报告里 发现有名药的成分 我们怀疑是否有人蓄意 将含有名药成分的致剂 未识给了赫小姐 好 我知道了 程医生 您先去忙吧 好 好 谢谢 请吧 锦西 你好好想想 那天 家里有没有来什么人 那天中午家里没有人 我睡醒觉以后 我就下楼了 你 牛奶 我下楼之后 喝了一杯牛奶 之后我就什么都不记得了 少爷 我会尽快把事情调查清楚 给您一个交代 好 您来 常总 安安 找我有事吗 我来是想问问您 上次长城电子的事 我有什么可以帮忙的地方吗 安安 我劝你以后还是少来我这位号 没事的 顾总这几天都不在公司 为什么 您不知道 怎么了 总裁夫人受伤住院了 怎么回事 具体什么原因我也不知道 但我知道的就是顾总一直都在医院 根本没困来公司 好 能不能帮我一次 什么事 您尽管说 把顾系上最新接触的几个案子资料 还有客户联系人 拿给我 好 长总 您让我考虑考虑吧 帮帮我 好 我好 我好 好 宣似 你们 跟你说 这个 是 多少 找我 就是 我reck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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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那有什么事啊 你现在要做的是 安心休息 其他什么事都别管了 露露 方叔呢 方叔她在门口 跟公司的人交代事情呢 锦西 我去跟方叔说点事 少夫人 吃点苹果吧 来 给 好 我说得都明白了 明白了 去办吧 好的 方叔 少爷 我让你查的事情 查得怎么样了 我查看了别墅区附近 所有的监控录像 只在一个摄像探头 录下的一小段影像中 发现了一个人影 所以我想这个人一定对顾家是了如指掌 他几乎避开了所有的监控录像 看清楚这个人是谁了吗 好像是 少夫人的表姐 苏颜希 苏颜希 想不到这个女人 竟然对自己的妹妹下手 方叔 最近公司的事 您也知道了吧 知道 你是怎么向奶奶汇报的 少爷 我这是奉命行事 我没有要怪你的意思 我只是想知道 对于这件事 奶奶是什么态度 老夫人说 近期嫁了出的这些事情 很有可能引起公司内部人员的躁动 外界那些 对神龙虎视眈眈的公司 也有可能因此而介入 所以希望 少爷能够小心谨慎才是啊 我知道了 所以公司那边 你得派人帮我盯住常志成 我怕他近期会有动作 明白 幸福啊 我怎么会在这儿 都不记得了 你是张爷达 想起来就好 来 把衣服穿上 收拾收拾 咱俩去吃个饭 张爷达 您到底有什么目的 我的目的就是帮助你啊 你看看自己的脸 跟以前有半点关系吗 你想羞辱我 怎么能就羞辱你呢 我是让你看清楚现在的现实 掂量自己的分量 不要再这样自作脱情了 如果没有以前的脸 你什么都不是 如果你要想夺回你以前的一切 你只有靠我 靠你 你能做什么 是 我们俩道不通 但是目的 是一样的 所以 你完全可以欣扰我 所以 你完全可以欣扰我 你整容 再毁容 又再次正容 你想控制你的妹妹 结果偷机不成烦十八米啊 把自己的金主拱手让给了她 这都不要紧 傅伯雅的事 没这么容易解决了吧 这个男人到底什么来的啊 怎么我的事情他一清而出 看来还不能激怒他 走一步算一步了 好啊 我可以答应你 但你要告诉我我怎么帮你 你现在要做的 就是把留在你妹妹那儿的 把柄都收拾收拾 下面要做什么我会告诉你 以后 你只需要安心地在顾家 当你的少夫人就行了 另外每个月我会给你一笔钱 等着我们之间的合作费用 好 成交 我就喜欢你 这种食食物的女人 真好啊 终于呀 我可以出院了 走吧 四哥 少爷回家了没有啊 少爷回家了 他还说让我直接送你回家 是这样的 我好朋友呢知道我今天出院 想业我出去聚一下 啊 可是少爷说了 一定要让我把你送回家才行 露露 如果少爷问的话 你就跟他实话实说好了 除了任何问题 都由我承担好不好 我们是好朋友嘛 对不对 我先走了啊 少夫人 少爷 少夫人呢 少夫人说 有朋友约他出去聚一聚 是否让我自己先回来了 什么 这刚出院就出去聚会了 这个锦西也真是 少爷 您找我 我去上班了 方叔 你跟我出来一下 他拿着说 所谓时医院的儿子 好 他最近有跟你说什么吗 有吗 您的秘书陆安安 最近一段时间 跟常志成走得比较近 常志成 看来这个常志成 已经坐不住了 好 我知道了 你去忙吧 好 你进口吗 可想了 来 护士 苏小姐 我想问一下我妈妈呢 你妈妈 刚才来了一个女孩 说是你姐姐把她带走了 我姐姐 对呀 我还纳闷呢 从来都没看她来过 好像叫什么贺姐 出事了 快走 没事 苏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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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得鑽 你站住 可得鑽 何得鑽 你太过分了 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 你要是还有人性 你又不应该碰我妈妈 妈妈 她有什么资格做我妈妈 你告诉我 你到底想要干什么 孙芸汐 你把我出现在神龙集团 周年会上的资料照片 还有我的手链还给我 我自然会放在那儿 不然你一辈子都别想 见到你妈妈 何景清 芸汐 你一开始跟我说的 你姐姐毁容 让你提加这事 我以为你是糊弄我 或者是你电视剧 看多了瞎编的 没想到这是真的 怎么办 我们报警吧 她歧视了你妈妈 这是绑架 我不能报警 你不了解何景清 如果我报警的话 妈妈性命真的会有威胁的 而且顾西成也会发现 我从头到尾都是在骗的 怎么办 那你 你打算怎么办呀 你先回家吧 爷谢 安安 进来一下 安安 进来一下 顾总 有没有人进过我的办公室 我还没人进过我 我还没人进过 优优独播剧场 散播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应该不可能这么蠢 这样吧 既然你跟常志成很投缘 那我把你调到他那儿去做秘书吧 就这么定了 从明天开始 你呀就到常志成那里去上班去 也好让你们有情人终成眷属 不好吗 顾总 您是想让我过去替您做些什么 噓 你是个聪明人 来啦 张叶达 你从哪儿弄得这家医院 我是整容医生啊 如果你是整容医生 那你可不可以 不可以 如果 你的脸能这么容易就长回来的话 那我何必要搭配周折呢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 反正你有其他目的呢 普方就普方 别找那么多理由 待会儿你在外面等着 不要进来 为什么 人是我带来的 你到底要干什么 你想跟我合作吗 如果想的话 就不要问太多 直到太多对你不理 正容医生 你当个三岁小孩 张总 这个地方就交给你了 是 你 怎么回事 没吃什么东西 不会吧 你怎么就怀孕了 怎么 怎么办呢 完了 完了 这下全完了 张叶达 张叶达 你是个笨蛋 不行 对啊 无论要这个孩子 喂 你在哪儿呢 我在哪儿 我现在的行踪需要向你汇报呢 你可以不用向我汇报 但是我必须得保证你肚子里的东西是安全的 张叶达 张叶达你算计我 怎么能叫算计呢 这也是我们合作内容的一部分 你能不能进顾家 全都靠你肚子里这个东西了 合作 你现在跟我谈什么合作 我现在肚子里怀的是你的孩子 我怎么进顾家 你能顾心成傻子 他就是傻子 所以你大可以放心 你在哪儿 我们见额冕外公司 我在你家楼下 你怎么这么着急啊 少废话 我妈到底在哪儿 苏妍希 今天我没有心情下去见你 过一会儿会下去一个人 你把东西交到她手上 等我们确认之后 自然会带你去见你妈妈 喂 喂 喂 我发现你这个人挺得寸进尺的 我得寸进尺吗 我要如果不得寸进尺的话 别人会对我得寸进尺的 好了 喂 就是她吗 对 就是这个人 现在能告诉我妈妈在哪儿了吧 等等 我有时候挺同情你妹妹的 怎么会有一个 你这样心狠手辣的姐姐 我跟你比起来根本不值的一题 好了好了 说正事 东西我们到手了 她妈妈要留到什么时候 留到 你进顾家的时候 我真的很好奇 你跟顾家到底有什么仇 我跟顾家没有仇啊 我拿人钱才替人消灾嘛 贺锦西 开门 贺锦西 我知道你在家里 赶紧把门打开 把话给我说清楚 贺锦西 别跟我装傻 快点 贺锦西 你到底什么意思 我明明已经说好了 我只要把东西给你 就把妈妈还给我 但是现在我突然改变主意了 你到底有完没完呢 你不要再逼我 再逼我 再逼我都报警了 你把门打开 再 报警 那你去吧 真的 我无所谓 我没有什么好失去的了 到最后 我们就看谁死得比较惨 贺锦西 把我收拾了开门 别跟我斗隔斗 我会快点 再开 你干嘛呢 不要离家月子休息 赶紧去 贺锦西 你再这样 我要才才做事啊 你 露露 方叔 洗手 怎么样 喜欢吗 洗手 我有件事想跟你说 有什么事 吃完饭再说吧 我做这些 就是为了庆祝你出院 请吧 干杯 干杯 来 吃吧 怎么了 菜不合你的胃口啊 西程 我还是想先把事情说完 好 那你说吧 如果 我是说如果 有一天你发现我骗了你 伤害了你 你会怎么办 我会杀了你 我跟你开玩笑呢 我很认真的在问你这个问题 你觉得可笑吗 你真的觉得这个问题有这么可笑吗 你们还在说我 你觉得我的天啊 你什么样 你和你一样 我没有拍照 你还要拍照 我都要拍照 你还要拍照 你还要拍照 我都要拍照 你和你一样 几瓶子 我都要拍照 我还要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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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告诉你 如果有一天你真的欺骗了我 我会原谅你 但是我会离开你 怎么了 我又说错话了 锦西 你别难过了 我收回我刚才说的话 明天我就要出差了 咱们两个好好的行吗 你走吧 我骗了你 你说什么呀 你胡说什么呢 你是不是受了什么委屈了 我没有说委屈 锦西 我说的都是真的 我骗了你 其实我 别说 何锦西我告诉你 不管以前你经历了什么 做了什么 我都不在乎 都可以原谅你 我不会让你离开我 感谢曾经有过那么 多胡闹 才换来如今的 回忆更舍不掉 你就是你 你是我顾西城的老婆 我成为你的骄傲 因为你的好 别人给不了 因为你的好 别人给不了 是你 的 我 也认为我的好 had 我 我 也认为你 有你 你 有你 你 常志成 好久不见 又是你 你要干什么 我要干什么不重要 你只需要知道 我弄死你 跟掐死一只蚂蚁一样简单 你是 你是顾锡城搬来的 顾锡城 你把我看得太简单了 我跟他干活 你觉得他配吗 那你到底是谁 谁派你来的 我是谁不重要 但是我可以告诉 我的老板 不是你的敌人 我知道了 你们找我 是想和我合作是吧 合作 合作的定义是什么 是两方 在实力相等的情况下 你觉得你配吗 那你散饭两次来来找我 什么意思 如果只是想用这种方式来羞辱我 请你下转 你红结婢 你这种人我见多了 顛不起自己的分量 又不知死活 你们这种人结局都很惨 你知道吗 上次的优盘 只是一份见面礼 下面的故事才精彩 我知道了 你们是想利用我做你们的傀儡是吧 然后啊 利用完了 再一脚踢开 必要的时候 会让我做你们的替死鬼 是吧 为了生存 你别无选择 我不怕实话告诉你 顾世辰现在已经盯上我了 所以 为了你们找我做什么 都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 你 多虑了 我们这个事情早考虑到了 越危险的人 对于我们来说 越安全 你这次要去多久啊 今天必须要走吗 锦夕 我就是去新加坡出个差 几天就回来了 在家等我 越快越好 放心吧 别拉着个脸 笑一个吧 好好笑一个 这样才怪 有场主意安全 知道了 走了 少爷 行李都上车了 真的不要我送你 不用了 方叔 公司的事就交给你了 还有 那件事要尽快调查清楚 我知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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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有什么在心 何欣欣你为什么要这么逼我 明明少姐姐 为什么要这么逼我 妈 你千万别怪我对我妹妹这么好 二十多年了 我跟着贺振东的每一天都生不如死 我当时想不如死了算了一了百了 可我后来想通了 我为什么要这么做 当初抛弃我不要我的人是你们 应该受到惩罚的也是你们 为什么我要去死 就当我觉得一切快熬出头了 我很快就能过上我想要的日子的时候 我自己的亲妹妹却霸占了我的位置 你告诉我 你告诉我 为什么她那么容易就可以得到我想要的一切 而我要这么苟延残喘地活着 不过没关系 很快一切都会回到原点 我一定会过上我想要的生活 我一定会过上我想要的生活 东西都寄出去了吧 你放心吧 都寄出去了 而且我还做了些手脚 我现在就能想象出南宫流离收到那份门件的表情 最近安排你去趟新加坡 要我去新加坡 你要我去哪儿干吗 去了你就知道了 заяв70号 欢迎订阅 欢迎订阅 来 这边 明天还有什么行程 明天上午没有什么安排 下午有两个会议 如果可以 尽量把我的行程 安排得满一点 是 我尽量安排 对陆总 今天晚上还要给您安排 其他的行程呢 不用了 拿几瓶酒到我的房间 让你即時赶消防止 那边先 要 dejar 不是 演kach来 的 緊接 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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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